字幕臨時動畫畫面 我是趙康 歡迎你來到 TVX趙康戰情室 專門的新聞特別來賓 陳富雄委員 郭政樂委員 黃韋翰先生 賴斯堡委員 王鈺銘委員 林鎮宇员 好 那么 在金门厦门那个海域 大陆的海警船 强灯我游艇 强灯 就上来 说要上来了 结果我们海巡署接到消息后 派舰去护航 游客紧张 说会不会回不了台湾 其实不会了 就是就算把你弄到大陆去 也给你回来了 连那个劫机的劫区 都要把游客送回来 人家也不要了 既然我们也不要他 他们也不要我们 都很麻烦 不过当然也有游客说没什么 每个游客可能不一样 但突然看到大陆的海警上来 会有点惊讶 怎么会上来 六个海警登船盘查 他也不是查每个客人 好像就查什么航行日志 什么航行许可 在船长 查船长的东西 看看合不合不规定 这个船叫做初日号 他们有一个蓝色公路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他沿着海岸线 你看不到什么东西 要远一点 远一点才能看到全景 所以他大概平常就 他们这种游览船就 比那个航线稍微出来一点 出来一点到底有没有越界 现在有几个状况 一种是在我们界内 他来登船检查 其实比较严重 如果说是在他境内 他登船检查就还好 只是以前大家都睁一睁一睁就算了 根本这种事情 你也不查我 我也不查你 现在好 你追我的船 害我死了两个人 我要登船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 反正情况不好 两岸关系不好 但就是公事公办 该怎么办怎么办 另外所有三个海警船围绕 昨天老公已经出动七艘海警船 在这个海域 说刚刚讲游客有的警察 所以有的游客还在那边唱歌 说是来四威的 我们四个威 今天中国时报 联合报 两个报的头版头都这个消息 说是第一次 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 陈玉珍因为他们金门 金门跟厦门关系很密切了 金门很多人都在厦门买了房子 也发了财了 经常去收租金 陈玉珍他就说 其实我们的船越界半海里 越界半海里 所以换句话说表示 这是海巡署证实的 换句话说我们跑过去了 人家登船 还好 比他过来到我们的界里面 不承认你的界 什么界 都是我内海 我要登就登 不像这样麻烦 管碧林说按照SOP 我们的船不必停留 不要理他 不给他上船 但是他三艘航船包围 你不给他上船 是怎样 你要跟他对着干吗 还是要冲撞 港务局也说 应该拒绝他登船领检 不要停船 以后该怎么办 但是又讲说油气船 不要跨越静置水域 换句话说那是不是就有 你已经跨越了 你跨越后你登船 你是给他登还不给他登呢 同样的你不给他登 将来他的渔船过来 你说我要登船检查了 他可不不给你登呢 看一下 即便已经下船回到码头 旅客们仍然惊魂未定 很痛苦 很惊张 很怕回不了台湾 毕竟在船上 好几名人员身穿红色背心 上面还写着中国海警 让旅客们饱受惊吓 中国海警上船 上船登舰的 上船 好 我们就去看半个小时 19号下午三点半 金门海上观光船出日后 载着11名船员及23名旅客 从水头码头出发 航行大金门乌沙角时 因为当地多为浅滩地形 所以航线略偏大陆地区 结果在乌沙角西北方2.8里时 两艘福建海警局的海警船 并靠登舰 6名中国海警下午4点47分 强行登检 要求查验航行计划 船舶证书等资料 确认船长签名后 在5点19分离开 整个过程大约34分钟 海巡发现后马上前往现场 不到40分钟后抵达 虽然当时海警已经离开 海巡立刻借户出日号 返回码头 游客们几乎惊魂未定 领队也表示 过去从来没有在海上 遇到登船盘查的情况 隔天虽然正常出船 但也会更加小心 不要越界 因为陆船越界事件 中国海警时久后 开始在惊吓海域 展开常态化执法作业 海巡也提高警觉 加强侦测 巡视周遭动态 随时戒备 好 那么民进党党团说 劳共叫做得寸进尺 要借此模糊台湾的主权 老师很快 我觉得像管碧林这种讲法 实在是 就太没有同理心了 因为我们前方有事 你在后方官员事后放炮 要不然你自己来开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负责任 不体恤民情的一种讲法 不过这个是金面海面 因为掉了两个老共的人 所衍生出来的事件 大家现在在意的就是安全问题 以后怎么办 以后人会越来越 这种事情发生越来越多 我们的主管单位 海巡署 月署 国防 国安 以后就是麻烦大 不过这些我认为都是 肢结的末梢的技术问题 我觉得重要一点 就是说这种情况 回不去原来的状况 因为我们台湾跟老共的关系 到底我们的主权状况是什么 这当然有四种说法 我就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共产党的说法 国民党的说法 民进党的说法 还有老美的说法 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能否认的 不管是哪一个说法 你治权是完整的 现在因为这个样子 跟海峡中线一样 跟清明的外面的禁止 限制海域线一样的道理 现在老共趁这个机会 我不爽嘛 我就来吃 探一下 我就来超越一下 然后我又回去 它不会永远在我们的线内 因为它永远在我们的线内 它也至少麻烦 所以它一定是回去的 但是这个线变成有很多的破洞 有了这个破洞以后 让台湾在国际上很难去解释 到底就主权而论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单位 这个就是把治权破碎化 治权破碎化以后 我们以后不管是哪一党的说法 甚至是马英九的说法 都站不住脚 因为你连治权 马英九的说法治权是完整的 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你有主权 我有主权 你根据你的宪法 我们两个都有主权 但是两个宪法是叠在一起的 两个宪法叠在一起的话 就算台湾没有主权 治权也是完整的 你现在治权让我搞成零零碎碎 破破洞洞 这样的话 台湾到底是怎么个地方 我觉得老公是趁机会 就是鲸吞没有办法 我蚕食总可以吧 我让你脸上难看 但是就因为这个事件 大家反对很多事情 那些都不会发生 这个老公的这一次的目的 就是在这里 他每次找到这些就迟一点 每次找到这些就迟一点 大举来犯我觉得不会 就是不要给他找到机会 这也是我们一再讲的 就是你不要去惹他 不要找到机会 这次翻船可能是无奈了 也都气候 各种原因 陪洛西来 再这样讲好了 以前我们的实力 可能开始比他还强 我的外汇存体比他强 我的空军实力比他强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画了一个海沙中线 那时候还有美军协防我们 对不对 金门就好 大家画一个线 他也就算了 因为他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强 你画就画吧 好 他现在慢慢实力强了 但是因为你个现隐线在那边 大家就算了 承认了 你不要给他找理由 你给他找了理由 陪洛西来 好 我围你 然后中线没有 常常过中线 就变成一个新常态 金门也是一样 他现在接着 你看春节还搞死我们两个人 然后你台湾也不道歉 然后也不公布事实 也不公布看那个影片 所以好 我也过去 又变成一个新的状况 所以你只要不要给他理由 他大概就尊重 至少目前是这样 你给他一个理由 一个借口 一个口识 他就过来了 他就破坏你的现状了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子 以前他的力量不如你 或是跟你差不多了不起一样 现在力量比你强了 你也无可奈何 来 张大雄 事实上今天早上9点10分 中国大陆的海间船8029号 已经进入禁制海域 今天早上 进到我们的海域 本身已经发生了 事实上我有观察这个事件 国台办的新闻稿 2月14号当天 他是要求查明真相 他等了没有真相 2月17号他开始说 要陈储相关人员 到了2月18号就说 金门的禁制水域不存在 所以这里面 其实沈大老刚刚讲 那个要有同理心 你就假想这两个受难人是台湾人 你能够接受海巡署这种处理吗 你也不公布任何录影带 然后就直接讲说 我追捕对方 对方蛇行 翻覆 溺斃 这是你的说法 我受难者我为什么要相信 所以你就不要把他想成 他是大陆人 你把他想成他是台湾人 或者有人讲得更不堪 你把他假想他是日本人 你海巡署敢这样吗 你怎么可能不第一时间 公布录影带呢 结果人家等你等那么多天 你都不公布 你只有你的说法 单方说法人家为什么要采信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 一步一步往上升 事实上他第一时间 就只有查明真相而已 你只要给他一个说法 可以交代可能就结束了 因为接下来比如说 有关上后的事 那个事实上很容易处理 可是就是死了人 台湾连这样的做法都不能接受吧 我们台湾军营里面死了一个兵 你看要查多久 对不对 就是你为什么对大陆人 你就用不同的标准再处理 难道是有什么机密吗 因为人家要了解的就是 所谓非法越界他是做了什么事 以前都是驱离 七年来九千多次 都是简单驱离 为什么这个船要追捕 请问他做了什么事 你必须追捕 没有说明 追捕之后你说他蛇行 你公布录影带蛇行给我看 他是不是真的这样 就是说他第一时间 到底有没有讲真话 不知道了 就怕第一时间讲的不是事实以后 就不敢再公布了 就怕说公布表示我第一时间讲的 不是事实 他当时第一时间公布蛇行 我就跟我们的自尊 我说奇怪 他干嘛要蛇行 我要跑 我直行跑得比较快 你知道我这意思吗 就是我是一个快艇 我是一个快艇 小艇 上面四个人 你要追我的时候我都要跑 我蛇什么行 我如果是大船 你蛇行我就开到前面去 把你拦下来了 我当然是直接跑比较快 为什么要蛇行 他们说我们的船跑得比较快 如果我们船跑比较快 所以他要蛇行 他怕你追上他 而且过去的经验 他只要离开静置水域 我们就不追了 理论上这样 好吧 我就想他为什么要蛇行 你又不是跑给什么熊追 所以你要蛇行 如果说我们的船没有他快 对不对 他不需要给你蛇行 如果比他快 你蛇行也没用 你蛇行什么东西 所以他为什么要蛇行 说因为蛇行 所以翻船了 所以淹死人了 从一开始我听到这个 我就从 他干嘛要蛇行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搞不清楚 我觉得还是海巡族 赶快把它公布 他们既然说对方 家属也要求真相 对方的家属也到了金门去了 他们也说到底怎么回事 到现在你也没讲一声 事实 真相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只要公布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那么到底他的海警船 登上我们的观光船 还不是渔船 那他的这个死难的家属呢 已经派了这个家属代表 那么到金门来了 要办理这个后面的事情 到底情况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一早9点20分搭着全京县8后客轮到金门 要接回的就是日前大陆快艇越界金门海域的两名生还者 如果会按照相关法令进行遣返 等了6天终于能够回家 波这回绕过民间沟通的海基与海协会平台 则是由全州的红十字会派员陪同 而另外两名死者家属也抵达金门 会先到殡葬管理所后 下午到码头招魂 等到21号找上遗体录练后就会离境 那我们昨天特别让他们更衣 让他们穿了新的衣服 然后呢带他们去祭拜 他们都受到很好的照顾 海委会洛委会都说 会全力配合实际帮助 我方看来想释出善意 不过新加坡学者分析 大陆官方对这起事件反应相对低调 可能是想要试探台湾保留应对弹性 因为事发后国台办先称 金萨海域不存在禁止限制水域 而大陆航警局18号宣布 要在金萨海域展开常态化的执法巡查行动 两岸关系格外敏感 双方都在拿捏怎么不越过那条线 没有危害 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好 我先把我先把跟大家报告 解铃海虚系铃人 观众朋友将心比心 如果今天是我们台湾的渔民 在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的 模糊海域当中 被大陆的海警追逐 结果翻船死人的话 我们会不会群情激愤 我们要不要政府硬起来 一定要 到现在为止 死了两个人 我觉得我们相关海巡 还有政府单位还有行政院长 我觉得你可以出来 一开始就跟大家讲话 包含刚刚亮哥讲的 你就把那个过程公布 我没有要他翻船 可是为什么翻船 这个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他自己紧张要跑以后 蛇行或者是他想要大回转 他想要逃走 结果他的船的性能不好 不胜翻覆 并不是我们的故意 我相信可能大陆的民企 也会稍微了解一点 现在他们感觉就是说 台湾在干嘛 两岸都已经这样了 台湾还弄死我们的渔民 所以当然是不可忍 可是这个事情 没有一个答案的状况之下 我们现在越来越紧张了 昨天今天你看三大半 难得偷拍头条 都是同一个话题 我们的观光船 在这个大胆二胆的 这个五通水道 观光朋友在哪里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大胆二胆的 五通水道在这里 今天陈玉成讲说 可能有超过一点点 可是刚刚亮哥讲的 今天有一艘大陆的船到这里 我一直标给你看 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已经进来了 中国大陆已经 国台北跟你讲 他没有在管禁制水域 跟这个限制水域了 这个图画这样 大家可能看不懂 为什么有红线跟黑线差一点点 其实是因为金门离厦门 真的太近 什么叫做限制水域 观众朋友简单讲 就是12海里 我们的领海 如果以台湾来看的话 这个就叫 红色的部分就叫限制水域 这个水域以内 就是我们的领海 任何船舶 再没有同意这样进来 我们怎么样 登船 扣船 小圈的是禁止水域 对 红线里面的是禁止水域 紫色的线叫做限制水域 所以限制跟这个禁止中间 这叫12海里 24海里 你看如果进到了限制水域 你可以登船 你可以扣船 如果是在限制水域 跟这个限制水域中间 这个模糊地带这块的话 两次驱离不走 才登船扣船 如果驱离走 那就走了 所以回到我们现在刚讲 那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一开始 它是在北定岛 这个东方11海里 这个位置出事的 那你是怎么追的 航基图给大家看一下 你在哪里发现它 它哪里搬船 第二个 你上面的画面包含海巡人员身上都有密录器 那你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试着说明 我们没有 因为毕竟 观众朋友 这是很严肃的话题 两条人命 1990年 那个时候陈昌文在当红知识会的秘书长的时候 马锡会2015年的时候 马19带给习近平的礼物是什么 是两瓶的黑金龙的高粱酒 是高华柱拿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就是1990的那一年 当时红知识会就去谈 有关于偷渡客 然后有人不幸死亡的事情 过了这么多年 1990到现在已经整整 像几年了 34年了 这问题又回到红知识会 现在两边也不对头了 马前总 竟然一直要讲说要对话要对话 要九二共识 可显然蔡总统不愿意嘛 但没关系 政治的问题先不管 人命为大 先把这两位不幸 就是落海也死亡的船员 他到底为什么落海的事情 先跟两岸的民众解释一下 我相信会降低 这个紧张的对立冲突 乃志老兄 我想两岸人民都希望有真相 所以海巡署绝对有责任 要公布相关的影片 他现在听说是官方说 没有这个影片 我们就很奇怪 怎么可能没有这个影片 这不可能的 这不可思议 一定要公布 因为这真相大家要的 第二个 这个事情之后 你会发现两岸的网民 大家都炸锅 都炸锅 台湾这边因为官方的 基调是这个样子 这是正当的防卫 要就是这样 不然就是这样 我们的网民是这个样子 台湾的下面是这个样子 大陆的网民不是 人命关天两条人命 怎么可以这样处理 台湾怎么可以这样处理 好了 他的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变成说 大陆好 你这样来的话 他海警出来了 海警就类似 就相当于我们的海巡 就比冬位 那今天居然 管碧林讲荒联话说 你就不要让他 你不要停船 不要让他登岸 请问你旁边有没有海巡船 那是不是有我们这些 我们的这些游艇 旁边一定要海巡署的船 来保护 能不能保护得了 我们海巡船的冬位 有没有他的海巡船的冬位大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老共很清楚 借这样的事情 一点一滴的说 你这不存在了 近线海域都不存在 没有这个东西 因为这些通路是我的 我记得我们以前 要跟中国大陆签 说两岸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共同捕鱼的航域 这个水域 就类似 马云九最喜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跟日本签一个 钓鱼台 钓鱼台的事情 可以有一个地方共同来补鱼 一个鱼越舌店 老公不签 老公这都我的 这都我的 我会签的话 所以他不愿意 我只想说这里面来讲的话 现在变是两岸的关系 这么的不好 这个是一点点的 看起来其实不能讲一点点 人命关天两条人命 是很大的事情 今天可以想 各位可以想 如果这两个人是日本人 或者这两个人是美国人 我们怎么处理 这个东西就很大条的事情 美国人死一个人就不得了 你说中国大陆是为什么这样子 就是我们官方的不断 所以看到海巡署的主委 这个管碧琳 陆委会的态度 这还是非常高 他没有想到说两条人命关天 总是要给家属一个交代 另一部分就是 我们结果吞的是什么 我们的主权不断的被退缩 参与我们不是讲捍卫主权吗 这个事情如何捍卫 要告诉我们 来 玉米 我觉得处理这件事情 一定要从人性跟情感的角度 先出发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 包括行政院的高层 或是陆委会主委 对于死去的这两名大陆人士 表达基本的慰问 跟对于家属的关怀 连这样基本的态度都没有 我觉得对岸接收到 就是一个冰冷的讯息 在这样一个冰冷的情况底下 你说后面的处理要多么顺 其实都很难 任何类似这样的事件 第一个时间 你一定要照顾到 家属的情绪跟感受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 没有做得很好 虽然刚刚管病说 我们第一线的人员 有尽量表达一些善意 为什么高层不能表达善意呢 如果由高层释放出善意 是不是连国财办 连当事人的家属 会感受到说更多的尊重跟关怀 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没有处理好 你这一点没处理好之后 往下你要谈理要谈法 我觉得两边可能很难再继续谈下去 现在我看这整个案子 最让人家担心的是 昨天这个他们海警强行登船 是我们的观光船 连这个无辜的我们的观光 本来是开开心心的 搭上金门的这个观光船 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个惊吓的风光 结果是受到了惊吓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 未来我们的观光船还要不要继续绕呢 会不会影响大家搭上这个船的这样的意愿 另外一个是渔船 现在渔民也是插了蛋 就是说我到底要离多远 我可能才是一个安全范围 因为当对岸已经放话说 我没有在管你什么禁线区了 那你怎么知道它要前进到哪里 所以这一点是我觉得做一个政府 其实是要让我们的渔民 让我们的人民 就是都可以感到安心 但是发生的这个个案之后 我真的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其实没有感到乐观 我认为蔡英文她应该在这件事情上 有时候一个小事会变成大事 国安单位应该要有一个定见 就是我们跟对岸在这件事情上 是要放任两边的民间的情绪高涨 还是说你们握有权力的人 表达一个基本的态度 个案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个案 然后我们会尽最大的权力 然后把这个事实的真相公布出来 然后让大家在这个个案 就可以大事化小 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我觉得两边可能还会有事件发生 你看大家心里面是不讲 为什么三大暴都认为是重大事件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会插枪走火 这件事情没有善了的话 未来再接二连三难保会失控 大家看看邱国正的态度 他是军方的 有人今天媒体就问他说 请问这个如果海巡挡不住的话 你军方要不要介入 他说我不要介入 因为他为什么邱国正不敢认识说 话讲得很大说好啊 这个海巡不行的时候 那种军方我们就主动介入 因为他知道那个后果会有多严重 所以我真的希望说 蔡政府在这件事情上 拜托该基本的 从一个高层的慰问跟善意的表达 请更高层我有权力的人 可以适度的表达出来 那个是对台湾好 这是对两岸好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看 这现在目前两岸的关系 我认为是个危机也是一个转机 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一次的机会 我们去取得 所谓刚刚委员有讲到说 善意的表达 善意的沟通 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因为两岸之间我们冰 已经有点冰凶站围 已经到了一个冰点的状态之下 如果我们的官方的态度 依然是这么的冷血的话 我认为这个对两岸之间的互信基础 会越来越降低 同时间为什么国防部他会出来 特别反映到说要小心 要谨慎 不要擦枪走火 因为我相信 现在目前发生的任何一个战争事件 其实都很有可能是因为擦枪走火导致的 所以我必须说 两岸之间的关系 现在目前非常的诡谳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次 不管今天是渔船的事件 两名的渔民往生 这真的是两岸之间的遗憾 但是我认为我们的官方回答 你应该要有一个谨慎的回应 而不是用这样子像绿营的立委 用马后炮的方式 然后来去说 我们现在我们的观光渔船 被海警 对岸的海警来登岛 这个是一个共匪的行为 我就问了 一个中央立法的委员 怎么可以用这样子 这么政治性的方式 来去来面对 所谓的两岸之间的一些问题 那最后我必须还是要强调 这一次的海警 登船的警示是什么 我认为是中国的鹰派抬头了 他的势力可能抬头了 为什么 第一个 也许中国在对赖清德 他的台独势力做一个检测 同时间也同时来看去 美国你的反应是什么 所以我认为 在这一次的政府的官方回应 你必须要谨慎 而且你一定要释出一定的善意 避免擦枪走火 最后最后 我认为啊 今天立委 民进党的立委 过去八年执政 你们将两岸关系 降到了冰点之后 你们还要持续的来去 去跟对岸 去撩他吗 还是要持续的这样子 去针对他们吗 我认为这对于我们台湾人 未来在国际间上面的生存之道 会是非常的辛苦的 所以民进党政府 不要再用政治化的方式 来去面对两岸之间的问题 我认为两岸之间 必须要透过这一次的危机 找到一个转机 好吧 除了这个以外 大陆 去大陆的观光团也被贺令 停止了 那业者跟观光署去协调 协调了半天 没什么用 我们继续他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